我跟你说啊 在家做这个锅包肉都在这个淀粉户上翻车 不是不熟吹就特别硬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可好吃了 你看做这个锅包肉咱要选择外挤肉 先把肉给它剃下筋膜 然后从中间切成一刀 然后顶道给它切成薄薄大厚片 要想这个锅包肉口感更好一些 咱们用刀背给它拍一拍 把这个肉片加入清水给它浸泡五分钟 这样能泡住血水吃的不行 然后把这个肉片给它撞干水分 加少许的精盐 再加一些料酒 把肉片给它抓一抓 让它有个底味 加入土豆淀粉啊 跟肉的比例是一比一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这个淀粉给它洗丝开 然后把这个肉片给它抓至浓稠 看着没尽量抓的干一点啊 要每一个肉片都薄薄的炸上一层淀粉 最后加油给它放煮水分 这样在炸的时候它不容易蹦 这个配料呢切点香菜段 再切点胡萝卜绅 像我这样四下油温 这个就是六成热 这个时候把肉片一个一个下锅炸 炸这个锅包肉呢要往前冷 这样它不容易绷手 第一锅给它炸子定型 然后给它烙出来 再下第二锅 这样分皮往锅里下它就不容易粘连 最后把炸好的肉片一起给它回油 全程开中火 大约洗澡三分钟 把这个肉片给它炸子定型 然后给它烙出来 等油温回省再给它闯炸第二遍 这是外酥里嫩的关键 第二遍给它炸一分钟就好了 锅中留点底油 葱姜蒜 先给它爆下果 给它们炒出香味了 然后把锅包肉下过 再把配料搞里头 在家里做不好糖醋这儿的老铁 你就用它 都是酒店大厨给老铁们炒子好的比例 做各种的糖醋菜 味道都是超级棒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是不是非常简单 喜欢的老铁赶紧试做起来吧